不知不觉邓丽君已经离世27年了 那么小年42岁的邓丽君去世 他的巨额遗产是如何分配的呢 和他最亲密的男友保罗现在要过得怎么样呢 保罗继承了邓丽君的巨额遗产吗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风格八点半 今天和大家说一下邓丽君的遗产到底是多少钱 欢迎大家评论区讨论留言 谢谢 有人会说了 邓丽君一个唱歌的能有多少钱呢 能留下多大的遗产呢 来我们算笔账 邓丽君生前的遗产包括多国多处的豪宅 又是豪车还有存款 再加上申雇保险金 对了还有歌曲的这个版权费用 在1995年的时候就已经是三个多亿了 在90年代我们万元户都是很少见的年代 三个亿那就是天价 就是拿到现在也是很大的一笔钱 我们再看看他的遗产都有啥 为什么能说是三个多亿呢 其实这也因为邓丽君小时候的家境贫寒的原因 成名以后的邓丽君有钱就给家里面游过去 用赚来的钱购置房产 这个和我们平常人也是一样的想法 有钱了第一件事叫啥呢 买房子置地 是一个道理 那个时候的邓丽君购买别墅和家人住在一起了 同时在台湾还购买了其他的物业 同时在世界各地都有房产 你比方说在法国巴黎的乡舍历舍大街就有他的房产 还有日本的东京 美国的旧金山 香港的赤柱 在这些地方邓丽君都购买了多处的豪宅 所以说在1995年估价都已经超过一个亿 再加上豪车和存款以及各区的版权费 加一起超过三个亿 不为过吧 而这些遗产该如何分配呢 如果按照顺序第一个继承人就是他的丈夫 虽然这个比邓丽君小15岁的保罗 当时邓丽君那家人是集体反对他们俩在一起的 就没有领证 但是邓丽君仍然和保罗偷梦然的举行了订婚仪式 当时还给保罗花了200多万的港币 购买了最好的摄影器材 因为保罗是干摄影的 而邓丽君突然离世 保罗也曾经提出继承邓丽君的全部财产 因为保罗是法国人 按照法国人的法律法规 保罗虽然没有和邓丽君结婚领证 但是已经是同居五年了 是有资格继承巨额遗产的 但是香港和台湾的法律和法国是不一样的 如果没有领证结婚 不是合法夫妻呀 不会把遗产留给他的 其实除了法律法规不允许以外 邓丽君的家人也是极力反对 不同意把这个巨额遗产给保罗的 就这样 保罗在香港待了三年 一冒钱没拿到 一个人默默的离开了香港 回到了法国以后呢 目前已经是结婚生子 据说是一儿一女 也算是幸福美满 而关于他和邓丽君的其他事情 我将会有机会和大家继续讲解 好 今天风格八点半 分享到结束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